第六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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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我是Sound Paul 今天繼續教你們彈吉他 現在介紹第六弦上的每個音 先說開放弦 所謂的開放弦 就是左手不按吉他弦 右手直接拨琴弦 這樣子的音就是開放弦 我現在要彈第六弦的開放弦 現在我要彈第五弦的開放弦 現在我要彈第四弦的開放弦 現在我要彈第四弦的開放弦 反正依此類推啦 第三弦的開放弦 第二弦的開放弦 第一弦的開放弦 知道了開放弦之後 第六弦的開放弦這個音是E 也就是吉他的最低音 有人習慣說這個音是Me 現在來介紹全音跟半音 這是一種單位 用來表現音跟音之間的音高差距的單位 以吉他的第六弦來做例子 第六弦上面 每一格跟他相鄰的琴格 的音高會差距一個半音 例如第四弦比第三弦高一個半音 第五弦又比第三弦高一個全音 第五弦又比第三弦高一個全音 第七弦比第八弦低了一個半音 第六弦 第六弦比第八弦低了一個全音 現在來介紹這些音的名字 我們會說這種稱呼叫做音名 例如剛剛說的第六弦的開放弦這個音是E 如果你按了第六弦的第一格 這個音是F 如果你要彈G這個音 先知道G這個音比F高兩個半音 也就是一個全音 所以G的位置會比F高兩格 現在我實質按的這個位置是F 高兩格的位置就在這裡 是第三格 所以第六弦的第三格這個音 彈下去會聽到G這個音 接下來找A這個音 A這個音比G高了一個全音 所以你可以暫停影片在吉他上面試試看 把這個音找出來 A這個音在第六弦的第五格 再來找B這個音 B這個音比A高一個全音 試試看自己在第六弦上 把B這個音找出來 B在第六弦的第七格 再來找C 要注意C這個音只比B高一個半音 試試看自己在第六弦 把C這個音找出來 對答案 C這個音在第六弦的第八格 再來找D這個音 D這個音比C高一個全音 試試看在第六弦上面 試試看在第六弦上面 把D彈出來 D這個音在第六弦的第十格 現在來找E這個音 剛剛已經知道開放弦這個音是E了 在高了12個半音之後 會達到另外一個高音的E 有時候可以說它是高了一個循環 最常見的說法是高一個八度 我們現在算算看 E 比E高一個半音 兩個 三個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各位會注意到在吉他的第十二格 你手上的吉他 在指板上面的第十二格 會有比較特別的記號 可能是兩個圓點 有些可能會是一個漂亮的圖案 在吉他的側面 現在鏡頭上可能看不到 從我的視野看到的吉他的側面 也會有兩個點的記號 這個記號的意思就是 標示這個第十二格的音 跟開放弦的音 是同一個音名 但是音高是高了一個八度 所以 第六弦上面的另外一個E 在第六弦的第十二格 現在聽聽看開放弦的E 高一個八度的E 現在來介紹 有升降記號的音名 前面已經知道第六弦的第五格是A 第六弦的第七格是B 在第六弦的第五格跟第七格之間的這個音 第六格這個音 比A高了一個半音 所以它的名稱叫做升A 另外 第六格這個音 比B這個音低了一個半音 所以它的名稱也可以叫做降B 我們來聽聽看A B 接下來就是升A或者是降B 用這樣的概念來推算 第二格這個音 可以說是升F或者是降G 現在來考一下 請你找出第六弦上面的升C 在哪一格 第六弦上的升C 在第九格 這個音也叫做降D 再考一個 請找出第六弦上的降A在哪一格 降A在第六弦上的第四格 這個音也叫做升G 現在我讓各位看一下 第六弦上面所有音的音名 圖上面只有寫到第十二格 第十三格的音就會跟第一格的音相同 第十四格的音就會跟第二格的音相同 依此類推 知道了第六弦上面的音名之後 你可以找網路上的譜來練習 雖然和弦有非常多的名字 有些是minor 有些是major 或者是7 或者是加一些雜七雜八的數字在後面 你可以指認和弦的名稱 彈它的根音就好 例如C minor 你就只要彈C這個音 A7 只要彈A這個音就可以了 我現在用五月天的溫柔來做示範 只彈一小段就好了 因為彈太多遍了 聽起來有點煩 假設它的和弦第一個音是G 你可以不必彈整個G和弦 如果你還不會G和弦的話 你可以只彈G這個音 它一樣會有伴奏的效果 下一個音 E 你可以彈開放弦的E 下一個音 A的第五格 D 再下一個音D D 在第六弦的第十格 我把它連起來彈來看 你也可以唱唱看 你也可以唱唱看 想你抱著我 這首歌唱到這裡就可以了 你可以把網路上找得到的譜 全部都用這個方式拿來練一遍 都有伴奏的功能 也能夠讓你開始自彈自唱 可以唱到這裡 我可以唱唱看 你唱唱看 你唱唱看 你唱唱看